罗佳仁9月3号就要向亚运中华队报道了 今天31号是火球人在亚运前最后一次替亿大出赛的机会 他表示无论在亿大或是在中华队都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火球连发 火球人罗佳仁加盟亿大吸牛之后 前8场比赛投了9点2局 拿到1胜以及5个救援点 防御率是漂亮的0 成功步枪了亿大牛棚战力 不过火球人并不在意这些数据 逐渐熟悉中指节奏和队友的搭配也越来越有默契 在下半季争贯的关键时刻 罗佳仁却必须离队往中华队报道 备战仍穿衙运 在一大打球就是扮演我倒角色 如果要去国家队的话 就为国家增光 批上国家队的战袍真的是压力还蛮大 因为毕竟你是出去是代表国家 不是代表意大 所以出去的时候 当然是以国家 就是不要输给别人 就是不想输给别人的感觉 而且尤其是韩国 对啊 因为看他们还蛮臭屁 所以一定要以韩国这样 总共被敲出两支安打 满球处罗佳仁 这个球再度会空 无论穿上哪一件球衣 无论站上哪个球场的投手球 无论对手哪来的 罗佳仁都将用他的招牌火球 让对手常常挥棒落空的滋味 联合报系许家荣 吴仪正 张艺琪 综合报道 对手常常挥棒的